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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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Sindy 今天的影片呢是新年特別節目的第一集 陪大家過除夕 那我要來做什麼呢 其實我要來開箱 我的Youtube十萬獎盃 呀呀呀 算是獎牌 獎牌獎牌 對 因為呢其實我十萬已經有一陣子了嘛 就是現在是十一萬 我一直以為這個獎牌他會自己送來 但是沒想到我想太多了 原來是要自己申請 但是呢如果只有開箱這個獎牌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無聊 所以我前陣子有在IG上面問你們說 就是對我的想像 然後我要來回答這些你們對我的想像 然後一邊開箱我的十萬訂閱獎牌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我們先先把它開 我會不會一開就是一拆完就 就結束了 第一個想像是不瞞你說你長得很像我的前女友 那我也只能說你前女友真的誰太漂亮了吧 第二個是單看你的臉 感覺應該是個肉肉的女生 但姐姐我錯了 可是其實我覺得你沒有猜錯啊 我真的是一個肉肉的女生 就我的身高體重好像講過蠻多次了 一百六十八五十七到五十八之間 然後就是 嗯 不算瘦吧 算中間身材 嗯 嗯 這個Fantasy的 保利隆 下一個是窄窄的 很有自我個性的 不care別人想什麼 但是又 會要求很高把自己搞死的人 嗯 我覺得窄窄的這一件事情是 蠻真實的 就是我真的是一個蠻常待在家的人 我不太愛出門 然後你們也知道就是 那種社群媒體類的工作也不太需要出門嘛 可是說對自己要求很高喔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不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要是我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我現在應該就是很瘦吧 我就不會減肥到不成功了 好打開影片之後呢 就有兩張卡片 第一個是小卡 然後他說 恭喜您的訂閱者人數 達到新的理程碑 我們很榮幸能夠分享您的成就 也希望您有費反體驗 獎項已經過 Rick Rick 謹慎的檢查和保妝 如果您的獎項在運送過程中做到什麼 或是有任何問題 請入我們聯繫 OK 反正就是一個 小小的聲明 然後呢 有一張這個 算是獎狀嗎 嗯 您完成了只有少數YouTube創作者才能達到的成就 您的頻道訂閱人數已達10萬大塊 媽咬你知道現在10萬的人就是滿街跑嗎 不是只有我一個而已 你錯了 我們知道YouTube確實能吸引大量使用者 但同時也希望您別忽視這六位數字背後的意義 對於每一位訂閱您頻道的觀眾而言 您的 YouTube上的一曲動都深深打動了他們 他們可能收到您的影片鼓舞 也可能覺得影片的挑戰性十足或幾副不樂性 好我決定唸到這邊呢 要先唸下一個 下一個 對我來想像 嗯 下一個是說 原本以為你其實很自戀 真的沒有欸 就是 為什麼還有這種 這種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為我常常在影片裡面就想說 喔 看我傻美啊 或是漂亮寶貝啊 I'm so pretty 之類的 但其實 你們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通常會講這些話的人 都不是真心認為自己漂亮 就真的自己覺得自己漂亮的人 不會這樣子講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那比較像是節目效果 這個我之前也講過吧 就是在那個聊天的影片裡面也講過 我覺得這真的是節目效果 但是一開始以為是一般的網美 說不知影片都好笑好戲翻 這種事情還蠻常發生的 就是 很多人都會以他看到的第一印象 然後去做結論 然後就知道 就覺得自己好用知道這個人是怎麼樣 但是其實你 仔細品嘗 細細品嘗之後才會發現 他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這就蠻尷尬的 我在學的期間其實也蠻常 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被一些學章姐 就被一些學姐討厭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說 喔你就是看起來很目中無人啊 然後你看起來 長得很拽還什麼的 但是沒想要認識我以後 才發現我是一個這麼好笑的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 雖然謝謝他說 就是覺得我的影片很好笑 很喜歡 但是我就想要藉由這個 他的留言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講說 你看到一個人的第一眼 真的不代表他的所有 就是不能就因為 你看到他的一些表象 然後就覺得他是這樣子的人 夠明知 我來朗誦一下一段哈 您憑藉著勤奮毅力 及優秀的幽默感 你敢 達成了這個理想 您這成就可謂實至名歸 為了表彰您的付出 我們特別授予您 白贏創作者獎 表示對您的定義 我們明白您的付出 並非為了報仇 沒有欸 我也是要賺錢 而是因為您懷著 創作與非常惹心 吸引觀眾成為一個指引 請相信我們殷切期 然後呢 這兩張紙打開之後呢 就是這個啦 登登 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了 下一個說我是高冷文青仙女 但其實我 不覺得我自己是文青耶 就是我對文青的定義 好像 過不到那個地方 就我也沒那麼文青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 不太對 但他說我高冷好像有點對 所以就是一半一半 哇 大家看這邊 Present to Cindy H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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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Cindy H 我的名字 然後 這是一面鏡子欸 這是一面鏡子 那我以後就是化妝的時候 都要拿這個Youtube獎牌來 當我的手拿鏡 耶 這是我的 十萬訂閱獎牌 我先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可是它好像站不起來了對不對 它無法 它無法 因為它沒有那個架子 它是給你掛著用的 它是給你掛著用的 我們只能抱著它來完成 接下來呢 對我的猜想 好 下一個是 就是 本來想像你應該脾氣很兇高人系 Follow你很久後發現你是幽默個性又棒的漂亮姐姐 哎唷 幹嘛 你是不是有收錢 為什麼會這樣誇我 脾氣很兇 我覺得有一點 就是我的脾氣的確不算好 就是 但是我覺得是有分 為什麼的 就是如果你一直拿同一件事情煩我很多次的話 我的那個忍耐度就會變得非常低 但如果 就是 單純一次兩次的話 我覺得我脾氣不算非常兇 就是我還是 嗯 滿 嗯 親和力的 就是我不會馬上就發飆 可是如果 就是相同的事情發生太多次的話 我可能就會發飆 那至於他說我幽默個性又棒 我真的是謝謝你 我真的 嗯 幽默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蠻幽默的 自己講會不會太奇怪 但是 個性棒喔 我不會說自己是個個性很棒的人欸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個性就是普通 沒有到非常好 然後下一個他很 他很具體的提出了一個東西 他說 他說 不聽林俊傑的歌 這什麼 這太 這太那個了吧 這完全就是把那個範圍縮得很小 但是我沒有不聽林俊傑的歌 就如果播到 playlist播到他的歌 我不會跳過 但是我不會特別去搜尋他的歌來聽 對 這樣子有解答到你的疑惑嗎 然後下一個又是一個夸我的那個留言 他說 很有才華有趣又幽默直言的女生 很有才華這點我是不敢自己講啦 就是大家自己內心有把它吃就好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沒有才華 但是有趣又幽默直言呢 我是覺得好像蠻準的 我 嗯 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有曾經 很直白的對我的朋友說出批評他的話 但也不是批評 就是可能例如說 他都會一直斜眼看人或幹嘛的 然後當時的我就是我覺得這樣子 他不是一個很有禮貌的舉動 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講 就是我那時候不會 我學不會委婉這件事情 就是我是很直接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子看人 我好不好我會覺得很沒有禮貌 還是什麼類似的反正 就是我是非常直接跟他講 然後結果隔天我就發現 我被 我被他排外了 所以我覺得我是 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很敢講的人 可是 後來長大我就發現到 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常常講說 做自己跟白目只有一線之隔 可以跟他講說他的這個缺點沒錯 但是應該會有更好的方式跟他講 不會那麼直接跟他講 可能就會想說 欸 我現在一時之隔也想不到那個什麼 回緩的方式去講 但就是應該會有更好的方式去解決 但是以前的我並不懂 所以我就是 以前是有點白目 那現在我可以說是講話很直 可是可以拿捏那個分寸 吧 I guess so 下一個留言是說 我覺得心地很有正義感 然後他用了一個例子 他就說 例如在捷運看到人在偷拍 會直接公開出行 嗯 但我覺得這個不是正義感 這個是 蠻有勇氣的 因為你說 說實在 如果我在捷運看到有人在偷拍 我也不會敢直接公開出行他 可是我可能會去提醒那個女生 然後 就是 請他去報警這樣子 我不會真的 就是 公開的 觸行他 我覺得像我這樣講的就是 我可能真的是有正義感的人 可是我沒有那麼大膽 對 下一個 極度厭世但很善良的人 嗯 好我要澄清一下厭世這件事情 就是 好像有些人會覺得我很厭世或幹嘛的 可是我有時候是覺得我是 喜歡這個世界 然後才討厭他的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一定是對這個世界有所期待 就是 你會覺得他有一個你心目中的樣子 然後你才會討厭他嘛 因為他如果是你原本想要的樣子的話 你怎麼會厭世呢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我 嗯 希望這個世界的樣子 跟我 看到的世界的樣子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就是 就是我會覺得很厭煩這樣子 下一個說 臉好像很軟 再下一個也是 非常 精準的一個猜想 就是他是說 我牙膏都會從後面開始擠 我真的是牙膏從後面開始擠 但是我想 我疑惑的是 有誰會從前面開始用嗎 不然大家在下面留言說 自己牙膏是從哪邊開始擠 就是如果你是從後面開始擠 你就說 我從後面開始擠跟你一樣 那如果你是從別的地方開始擠的話呢 我也想知道 因為我想知道 這是到底是常態還是特例 下一個說 很real 但也會 想像看似堅強的外表下 還是有很多感性脆弱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應該大家都是吧 就是 我覺得自己是 理性跟感性 會隨著不同的情況而更改比例的人 就是我可能很多時候我都是 陷得很堅強 可是遇到某些情況 或者是遇到某些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我的感性就會超越理性 然後我就會變成一個 比較沒那麼堅強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的比例是 會隨時分配的 不是說我就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或是我就是一定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我有時候可以很理性 就是真的有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發生的狀況的時候 我可以非常非常的理性去處理事情 可是有些時候我又沒辦法 因為你在外面裝得很沒事 可是你有時候回家夜深冷靜的時候 想到一些事情 然後把被子蓋起來 就會開始錯氣啊 下一個她說 我是受過傷變得特別勇敢的女性 但我不知道受過傷的定義是情傷嗎 還是說像這樣子就是 如果她是說受過情傷的話 的確 但我覺得你生活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感情 談了超過一個激素的時候 是一定會遇到這些事情 就是你不可能永遠是一帆風順的 我覺得那些可能看似很一帆風順的人 可能都是 譬如說她 國中或高中就跟這個人在一起 然後因為她也沒什麼不好 然後你們就一起步入婚姻的禮堂 然後就結婚這樣 那因為你遇到的激素就只有一個 那她又是一個好人的話 你真的不太會遇到就是受過傷啊 或什麼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一旦你的激素變大 就是你可能交過三四任男朋友 或是三四任女朋友 不管就是你談過三四段感情之後 一定會有人讓你受傷 我覺得這是沒辦法的 因為我認為人都是獨立的兩個個體 也不可能 永遠都去配合她的人 或是她的人永遠都會去配合你 那只要有一方沒有辦法配合彼此的時候 這種爭執或是受傷的狀況就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 欸怎麼會講到這裡來 天啊不是在講我自己受過傷 對所以我的確是受過傷 沒錯 但我不覺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這是大家都會遇到的 然後遇到的話就是去面對它 然後你可能就會真的變得比較堅強 比較勇敢一點 下一個蠻ㄎㄧㄤ的 他說我是童言俱儒 但我覺得我比較像 巨言童爐 下一個人說我是一個心很軟的人 嗯 嗯 對啊怎麼樣 我的心軟是這樣子的 他是 譬如說如果這個人做錯了一件事情 可是 他如果做到怎麼樣的地步 可以讓我原諒他 那我就會原諒他 可是他還是有個底線在的 譬如說 嗯 他不能只是說一個對不起 或者是不好意思 他一定要讓我看到他的誠意 跟他知道自己做錯了 我可能就會選擇原諒他 不是說他講個 喔真的對不起啦 對不起啊 那就對不起嘛 我就會原諒他的那一種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心軟 我自己是覺得這樣應該 還是算在心軟的範疇內吧 下一個也是一個非常 就是他講的非常具體的狀況 他說感覺Sindy就會穿得很潮很美 在音樂季拿啤酒邊聽歌 邊搖擺 嗯 我不會 因為我會覺得去聽音樂 我可能會打扮一下 但是我不會穿到很潮很美 我好像去聽過的台灣音樂季 就是有聽過愛愛搖滾音樂季跟 虎山 什麼的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我好像有去過兩個 然後我記得我都沒有特別的打扮得怎麼樣 我就是以一個非常casual的姿態去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算是不準 對 除非如果我覺得今天唯一一個 我會打扮得很潮很美的狀況就是 我真的有辦法去coach 我可能就會真的很認真的打扮 但是 目前就是沒有這個打扮 所以 下一個人說我很會打排球的感覺 嗯 我不會打排球 可是我大學的時候當過戲排球精 對 很有被欺負第一個踢他出頭的大截頭 半對半錯吧 因為我好像真的乾過這種次 可是 我有點忘記了 最後一個了 他說 講話超嗆辣 很講義氣 大笑時會張大嘴巴 然後飆淚打大腿 笑狗叫 笑狗叫 我覺得這個蠻準的 因為我真的是大笑的時候 會打大腿的那種人 就是我會 笑到美金美檔這樣子 好啦這支影片怎麼莫名其妙這麼久啊 為什麼快半個小時 我以為這支影片在10分鐘之間就可以拍完 沒想到我跟大家聊了一堆有的沒的 好 Anyway就是今天就是這個 10萬獎牌的開箱影片 就是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的訂閱 然後讓我可以拿到這個獎牌 然後下一個獎牌呢 是100萬才會發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 就是真的還是很謝謝這些10萬 現在11萬訂閱我的人們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然後也很謝謝一些 嗯就是 陪伴我很久的老河粉 他們真的是 從我大概還在大學的時候 就看我的影片到現在 然後現在有垃圾車 嗯哼 那我們就在這個垃圾車的 陪伴之下 結束今天的影片吧 剛剛本來想感性的 但完全被這個音樂回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記得按 喜歡 開啟小鈴鐺 我最近真的講的好奇怪 不行我要把它 扳回一面 我要說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還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有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